好一段好姻缘的确是得来不易 紧接着在我后面这个画面呢 你再熟悉不过了 这就是台北一个塞车的画面嘛 但是我一走开之后 你就发现有玄机 哇 中间有人在求婚 那么这里是台北桥 昨天上午呢 这对新人就利用在桥下 等一百秒红灯的时间 这么短的时间 在大批塞车的 机车歧视的见证之下呢 求婚成功 这个拍的这个照片 上传网络短短一天 有七千人按赞分享 这的确是一张非常特别的结婚照 而中间新闻找到了这对新人才发现 其实他们是老夫老妻了 结婚十五年 但是因为磨合问题的差点离婚 现在两个人决定努力 再拍一次婚纱照 要穷然当年的爱火 也希望把幸福分享给大家 男生捧花担心下跪求婚 女生展露笑容 接下捧花点头答应嫁给她 但当时可是上班尖峰时间 台北桥桥面上 被上百辆的机车大军占据 同时见证求婚的时刻 有骑士偷喵 有的淡定 看旁边看起来很有趣 照片一上传脸书 短短一天 就有七千名网友 按赞分享 回应超热烈 我哥哥就提前那一件说 这个小人很多 可以帮你们见证 这个灵眼都不用找 其实男女主角已经结婚 十五年 三个小朋友最大的 已经就读国三了 太太因为要照顾四代 同堂大家庭 又要工作两头烧的她 一度撑不住就医治疗 当时甚至产生 要离婚的念头 但夫妻俩一起努力 走过来 我就切完之后 我才跟她讲 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要完完整整的切断 我的国具 我要重新的在 一起生活 换起我跟我太太 那种当初 她会选择嫁给我 当初我要娶她的这种 甜蜜的那种 爱情的文心感 然后 而不是说 爱情久了之后 就变成亲情 然后就慢慢淡掉了 虽然有网友留言 认为这样影响交通 但其实拍摄的时候 红灯有100秒 要趁着另外一项通行之前 在短短的5秒钟之内 捕捉下幸福的一瞬间 男女主角表示 绝对没有影响交通 是因为看到现在 离婚率逐渐攀升 希望透过自己的例子 让大家知道 其实夫妻互相体谅 旧男长长久久 记者续续黄红佩华 新美食报道